新竹市香山区发生火警 这是一间位在盐平路的金属加工厂 下午突然间起火燃烧 冒出大量浓烟 消防局立刻前往救援 还好没有任何的人员受困或是伤亡 初步估计燃烧面积大约达到500平方公尺 黑鹰窜天大片浓烟 笼罩高空放眼望去黑茫茫 不时还会发出噼里啪啦声响吓坏附近民众 围起来了啦 围了啦 这一定要围啊 那他围起来爆破雾 还一直爆 旧红色火光吞噬铁皮屋爆炸声响不断 路过的民众能躲多远一旧的火源 有啦 里面有人 里面有人 消防车来了 铁皮工厂陷入一片活海 浓烟大道 视线不佳 方圆及百里还能看见天空出现黑龙卷 消防车火速逗场八号下午四眼多 新竹市香山区延平二路 一处工厂发生三起火警 人秀面积约500平方公尺 因为是金属加工厂铁皮屋结构 火车迅速窜起 它是加工木头烧起来 到备案中烧烈是不知道 是在建国是在加工木头 对啊 我们就是怕不才早来来看看 公厂再去 我是说直接来看看 工厂内部烧的焦黑索性现场无人受困 也将厘清起火原因 记得新竹最好报道